這個203 203 拆解字串 那這個我想也蠻常用到的 比如說我今天傳遞一個字串給 給這個 這class 那這class 接收到之後的話 就會有在argument裡面就會有一個 因為argument是一個陣列 在陣列裡面第一個會產生會接收到 這一個字串 那接收到字串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去切 切什麼呢 切有豆點的地方 就是把豆點的地方切開來 切開來 反正只要有豆點的地方就把它切開來 然後切開來之後的話呢 就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分別 放到底下 一個 所以一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四個字串 然後呢最後的話就是 顯示出來結果就是 豆號隔開的字串共有 共有四 所以你還要把那個 總共有幾個要算出來 那這裡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過 Gamma裡面有個 String的一個類別 String類別裡面有個方法叫 叫Splitter Splitter他就可以幫你切 那切你 你只要傳給他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後面就加上他要切割的那個分隔的符號 比如說是豆點的話 他就幫你切 切完之後的話 把結果呢 放到那個 陣列裡面去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哦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就是 哎 抓到我們要的一個 啊 參數的 這個參數呢 我先抓到之後的話 先丟給一個 先存在一個字串裡面 字串的變數裡面 然後呢 再利用Splitter的方式切割之後 再丟到一個陣列裡面去 最後怎麼樣呢 再跑回圈 把這個結果輸出去 哎 就完成我們的基本流程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那第二個實作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我先取得一個字串 那字串 我想各位自己去網路上抓了 我是隨便抓了一個新聞 因為我Google的新聞裡面 我是抓最最熱門的 現在最熱門的應該是這個 e-tag 粗暴 請同情我 所以這一則新聞我也搞不清 他到底在表達什麼 可以 然後連續道歉四次 先道歉 然後再說 這個東西很好 反正我不知道他到底在 他到底在表示什麼 那不過特別注意他 他那個分隔符號是全形的 就是逗點是全形的 所以我用那個貼到記事本裡面去 把那個全形的取代成 半形的